請收看 為心世界 咱家的風水 當然 副教導的朋友的空語 說這些內心的理論 輪迴的理論 不要去管 我們今天是社會 不要說你們公主要賣 賣到賣的 忽然會變得好起來 沒有這回事 因為這不是循環 不是循環論的公法 所以我們不可能是這種的影響 所以我剛才說 在我們台下的社會行中 真正是飾應 飾應論在精神科裡面 堅強地營養這個理論 一個人 你看什麼精神 沒精神 真正 因為他沒辦法適應新的環境 我一個朋友 他們公司 很大間公司 無謂公司的經歷 結果公司破散以後 他做公園的時候台風很高 有車 他們車的朋友比較好 有車 每天都穿薪水的學衆 那不是 年很高的薪水 那不是回來就聽黑皮 結果公司 經營失敗後 他用事後回來的房子 每天都是學衆教程 車 才能塞出去 把他們太太 他們太姐 修學的老師 把他們太太拿錢出去 一天都開了 用他的車 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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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 紙仔麻麻 人家叫他叫車 他也叫啦 人家叫車 要記錄 接外國人去也叫 坐車回來了 他們才問你錢 我買這個 歐佩拉鮮牛 歐佩拉的唱片 就這樣 不讓他一家一家一家的零用錢 一家就開掉了 因為他早就這樣 他沒辦法適應 到最後 用的紙仔麻 把他送去整形庫去醫 因為他確實沒辦法適應 他沒辦法了解 我現在已經方式頭路沒辦法了解 所以精神疲 很多人說因為他們適應不良 所以有時候這樣說 檢查多少人是不是精神疲 你看他對環境的了解 是不是一樣 是對外面的進行 有了解 是不是看起來 都沒有變化 那樣的人就是適應的問題 我們在做下去的時候 經常都有一些朋友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做下去想到外面的生活不一樣 所以在裡面 經常討論 歐佩拉的理論 我就講歐佩拉的理論 說歐佩拉的理論 歐佩拉的理論 就是在環境改變於水 因為這個阿康頂 叫什麼什麼來做改變的水果 水果寫起來很輕 但用我們的話說起來很簡單 就是我們一個環境 正在環境 要適應一個環境 沒辦法適應的時候 第一 第一 正在環境 第一句話是水遇而安 水無離安 那些照音要叫你 叫人 叫人 叫出去了 住在新環境 一個人出國 出國去庭州 像我們當初去美國庭州的時候 去糖 吃飯 打工業 都不習慣 起的都不習慣 這時候就要調整改了 在社會 沒有你就回來了 也很多人出國去立法 住不住了 很多人移民出國也住不住了 你如果在社會的庭州 在社會的環境 做工序、讀書,你都要在那個環境,改變改變社會的社會,你不可能改變社會的改變率 人家族的物件,人家的交通規則,人家的很多生活習慣買東西的 的種類,都跟我們在原來生活的環境不一樣,你怎麼辦,隨意而安 你在外面,阿社在外面,很好的名單在港口裡面有他的規定 裡面可以讓你生活,也有家,也有便宿,也有家,跟你家也不一樣 不是辦法生存,有辦法只是你要調整,調整自己,適應新的環境 那就是隨意而安,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當然在那個環境,我們不可以改變 在任何的環境,你去讀書,去界定什麼新的家庭,換個新的學校去 換個新的老闆來,換個新的公司,新的環境 中間,第一階段,隨意而安 隨意而安,隨意而安,絕對不是 我們已經所給我們加 已經給我們加,是第二階段的隨機應變 包括我們在做的裡面 所以我有我的家,我要射撤,我要射撤,我要安裝安裝 裡面有一些規定,有一些環境的環境 但是裡面不是不能改變 你可以要求這個,準備一些東西,一些筆,什麼 所以我在環境裡面,因為我不能開業,不能正在外面 所以我在那裡射撤撤撤撤,我可以走 要做一些調整,那個調整,每适行 以前外面吃飯的習慣,生活的習慣,運動的習慣 都跟裡面不一樣,你就要調整 那個叫隨機應變,隨機應變 看到這個不一樣的情形 抓到一些機會,看到那個現象,那個情形,那個條件 來做改變 誰要改變,改變讓我們過得更好 來保護我們的健康,保護我們的精神,比較大的目標 讓我們過得更快樂,過得更有意義 叫做隨機應變 你去美國特殊,當然要先隨機應變 在一段時間,你就要改變改期 如果沒有改變,只是隨機應變 那不是疫情的道理,疫情的道理是隨機應變 一句話 隨機應變,可以這四年來講 是中國疫情的精神的所在 還是我們張老師所說的 我們要應用在我們的生活 管頂的應用疫情 應用疫情的道理,用意 用益 把疫情當作生活的基礎就是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我們的環境我看起來不太驚訝 我的境路,我的台路,我的一切 不是很害怕我的意思 我要怎麼變 當然不是像變模式,一夜之間怎麼變 我要想辦法來變 怎麼變 隨機應變 我們的機會,我們的基因 我們的條件的性質來做改變 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到一個程度 一個程度 這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 這三個月,這三個月都是我們普通是英的 政府 還是中文裡面很有體會 這三個月你把它連起來 如果想到會通,就是會經得到你 隨 隨育而安 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 我要愛的東西 不是照世界給我來安排 不是 我在做樓 不是我在規定 不是 我是世界我要特殊 我要競選 我要做生意 我要做什麼 所有的世界外東 不是 我們可以安排 照我的意思來安排 來給我生活 不是 環境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適應這個環境 所以 在社群環境的中間 我們要尺寸 對我最有露營 會改變 不是改變我自己 也可以稍微改變環境 有一個環境在中間改變 家裡的家庫你可以調整 肥皂你可以換 腳踏你可以換 顏色 保在你的 甚至家裡也可以改裝 怎麼改裝 效力藝術 慢慢做 隨機應變 到最後 可以完成你的需要 讓我們擁有快樂 擁有尊養 那就是隨心手遇 你所愛 可以實現 那是環境的 基本道理 我問各位 隨時 隨時 想我的副軍 我的家人 我的主題 我的老闆 我的老闆 我的董事 都有改變 我們的環境 處女 處女 其實有在海 即使我們看不出來 可能更用的家 慢慢的海 我們的肥皂 國民都有改變 我們的衛生車 每一天塞一遍 它就在擠 知道有改變 有改變 我們知道 知變以後 有變 知變 知變以後 要應變 應變 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 以後 我們的生活 會更快樂 更健康 到最後 可以換了 很高興 隨心手遇 這三個月 來跟各位來做參考 謝謝各位 這樣聽 請各位指教 謝謝各位 謝謝 親愛的師父 各位貴賓 各位法師 各位工師 各位師父 師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讓你換來 相思夫 和工師的教導 受益會前 雖然不敢說 要怎麼來幫助他人 但是我感覺 也就是幾分 來保護自己 保護不去傷害到別人 這五年來 給我的感受 在這裡簡單 拿幾點出來 為他 因為我有一次 其實 在這個 春節聯誼的時候 我向師父報告 師父 我怎麼會接壞名 大家在笑 對 師父 他漸漸 不敢 但是 旁邊的師兄 師弟 都有聽 我跟師父說話 他說 你做我總管師父 你是要換名 所以我話說起來 因為國人 不是做 你做你的 這位 什麼 你的感覺 和感受 因為我跟師父說 師父 我真的想 我要主持 你知道嗎 說這個 是真的真的 因為我們的感受 我們的現實的理論 跟現實的社會 實在 要把它融入 給剛才一天 讓我們想的 照我們的理想 真正 非常難 剛才姚姻中 有跟我們 開始 隨意亂安 請問要怎麼安 隨心所意 請問要怎麼隨心 所以說 就大千年 我們的友誼 中間 所以說我跟今天 不是 所以說 我們不是說我今天 發生什麼事情 事實 有幾分 是在 跟工事 爭的 為我們老祖的心法 來 讓我改變 一生 這真真正正 因為我感覺 剛才姚姻中在說 我真主意聽 因為 要維持 現實 跟理論 來分開 你沒有一個 真好的人 讓我們有信心的人 來給我們開始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要怎麼過 都最近 我們看到 多少憂鬱症 多少刺殺 多少跳樓 他們敢不信用 一定有 但是他們信用 就是沒得到我們的 師父 求我們老祖的心法 所以說 真的 你再想 我們正正來想 真的 因為我們的 那些 主殺的 優惠症的 這些人 如果有我們 所有的 議員 心法 我們的 改開始 要找人 也很愛 師父我講 要開口 開班 你三個三個也是要開班 因為 雖然 做一個 就結婚 所以說 因為我今天 讓師父做到 在這裡 這幾年 中間 我來說 我們 六個 讓師父 滿面全大會 讓師父 不能 這樣 出外 人家說 看法師父 這的 我在這裡 來給各位報告 因為我今天 有在 頂尼會 我們有 去一個 師父做廟宣室 但是 為了這個 法師父 教師的 佛祖 結果 大家來唱 好 大家 之後 師父 感覺 麻面全大會 但是我也是感覺 這個不是 現場的問題 應該 這是一個 新生 會 跟我們 開始 因為我們 要怎麼 大家 在唱 你們六個 請問 大家都喜歡 你們七個 八個 九個 十個 都不會 大家都新生 我就不相信 師父 是怎麼 要這樣說 就是要讓我們大家都 大家都是 人 大家要來改進 所以他們在這裡 是怎麼 我們六個 我們做代表 我 在這裡 在那裡 的行為 跟師父 抱歉 參會 阿彌陀佛 但是我 希望大家 為了這個 我們要起來 我們日後 來改進 以後 來調整 我們的生活方式 調整 我們身處的方向 這是我最大的要求 跟我們六個 我們現在已經參會 但是 其他 國際的 我們也要來奉行 讓師父 在社會 在出去 不要再 麻眉全頭 我們的行為 來 替我 有這個 有這個 上個月 因為現在選舉 去教委 上個月 有一個 說董事 有一個董事 的問 廖書兄 你選舉的時 有去請教 娜座 請教師父 我說 請問 什麼 他說 你感覺 請教師父 敢不 好 我說 他說 你 有時候 我是想要來請教師父 你不用去 因為事實上 我就覺得你不用去 你對娜座的法 對師父 就不信心 你有好 什麼叫做有好 因為 選舉 十個選 要就一個一定有九個六選 總選 六選 要怎麼來瞭解 這個比較重要 要怎麼來調適 隨意王安 要怎麼來安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說 有時候 在這裏說 我生日會說 這樣 無效 所以有的我要向各位董事長 來說 我們日後 來信任 我們老祖的法 信任 師父在所團 所以說 在這裏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日後 有這個 時間 我們跟我們共同這裡討論 在這裏 祝大家 祈求 我們的師父 為我們感恩 心甘症 改完完 謝謝阿彌陀佛 維辛聖教維辛宗 草屯道場 各位十二屆的同修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是我們第十二屆 所有同修 開學典禮 大家的宣誓 我們雖然 過分東西 但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所以我们就利用最新电子媒体 卫星电视的上课 刚才我在台上听到原信法师 包括师傅 台南的卫星电视 可以说得很清楚了 多么高兴的那一刹那 所以我们有十一个教室 轮流了到过地去上课 这个也是我们开这个法门 跟随着时代 也就是哲累随 随顺一年 随时代的应运而生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进行第十二届开学典礼 明年就是第十三届了 那么第十三届的同修 请几首 有吼 好 如果有的话 我们明年就再继续 还在这里 向东海大学要求 借我们 这个大礼堂 来进行第十三届的开学典礼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请杨立伟上台 跟各位 向各位同学师兄师姐问好 敬爱的总导师 我们的温元禅师 现场我们的最伟大 也就是我们的师母 因为他愿意把师父捐给我们 我们的洋院长 恭喜 以及我们所有的各位师兄师姐 我想应当由我们的洋院长 要先上台讲话 但是老师非常的体谅 因为我的行动电话一直亮 有很多的案子 我要先去处理 所以就让我先行讲话 刚刚我们第六届的学长 他上台讲话的时候 主任秘书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们聆听了 姚院长的今天一席话 纵然在内容当中 个人的想法通通不一样 但是真心的也就是说 我们非常的福气 能够有老师帮我们解惑 因为姚院长今天的重点 在于如何的来应变 因此我回想了 我在老师的耳朵旁边 我给摇耳朵 我说老师 我上次在我们的龙井 老师您来开始的时候 我在台上我讲了 我说现在啊 社会都乱气了 心都变了 都没同样了 老师你看要怎么样 旁边有人跟我说 这家里有什么地带 但是我非常的忧心 老师啊 就两个字 就把我解决了 心进 就解决了一切 对不对 杨琼一本人 经常在服务的当中 我有很多的困难 我经常就电话 非常不礼貌的 我很厉害的 你才能帮我一步 我都先跟老师 因为我现在在哪里 所以我没有就去 你的宣佛寺 你帮我一顿 我一定要请教你 怎么样怎么样的事项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忠心的感恩 感恩老师 感恩师母 我祝福大家 因为我们有老师的开导 让我们大家更有能力的 各尽本职 感恩大家 谢谢